我们对美方操弄涉港议题 打压香港发展的恶劣行径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经贸办事处是香港特区政府 在海外设立的经济和贸易机构 其成功顺利运作 有利于扩大香港 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务事合作 是一件互利共赢的事情 你提到的这个法案 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 工具化 蓄意抹黑香港驻外机构 性质十分恶劣 香港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顺差来原地 美国有1200多家企业 在香港投资新业 美方此举最终只会损害 美国自身的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推进上述法案 以免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造成更大的伤害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切实有利措施 予以坚决反制 索性质量